創意教學 我要講的是創意教學的部分 講的是數學的 然後因為我雖然是數學老師 可是對做美術這些就還蠻有興趣的 然後在教學的過程裡面我會發現 其實因為國中的階段大家雖然會怕數學這一科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都是基礎的概念 有一些學生其實他是會 只是他可能太快放棄了 導致只要遇到數學他就覺得很難 所以對他們來講或許是很抽象的概念 那你就會想說在教學過程中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東西 然後把它具體化 可能用他自己知道的概念 他自己知道APX就會玩的 平常就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其實他這些概念跟數學都有關係 然後是他要學的 然後盡量做結合 比如說我自己做的教具 對啊就是今年的那個暑假的時候 然後比較就剛好今天洗手計畫 然後比較有那個時間 就慢慢教沒有進度壓力之下 然後我就想說 這些學生他們其實基本的加減 他們做加把可以 可是就是遇到復數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遇到一些什麼概念的時候 他們就是覺得自己不會 其實不是真的不會 因為我就想說 那是從遊戲開始 所以我就 這是我同學想的 然後我就把它做成教具 把它做出來 然後像這個就是有那個分物鳥 然後跟豬 那鳥就代表正數 然後豬就代表復數 然後我就先不講數學 我就跟他們說 好我們一開始我們先不講數學 我們來聽一個故事 然後比如說就那個遠得不得了的王國 然後就這兩隊 然後現在他們遇到的時候 比如說簡單來講 就會跟他們說 那如果現在有分小隊 然後你要出遊的話 那如果第一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這個 我就會先放這個 然後跟他們說 有五隻鳥 然後跟三隻鳥 那請問一下現在有幾隻鳥 然後就說有八隻 他們就會覺得這很容易啊 然後再來就是 那如果是豬 那他們一樣總共知道多少 然後如果第三種就有一點 就是要技巧性的講 不能講說他們在打架 就是說如果遇到了 那我們會比較一下 那我們就會開始比較彼此的戰力 那如果鳥有五隻 然後豬有兩隻 那我就問他們說 哪一個隊伍比較強 如果現在戰鬥力是一對一比一的話 那現在那五隻 那兩隻誰比較強 然後他們也都會想說 就鳥啊 多幾隻 牠比牠強多少 多三隻嘛 然後就是從這個概念 先講完之後 然後我才會跟他們講說 那為什麼我們數學科要講這個 其實基本上我們現在要來學整數的加減 就是用到這個概念 然後我就會開始跟牠們解釋鳥 如果代表正數 那五隻跟三隻就是五加三 然後就是多少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豬是負的嘛 所以如果兩隻豬那是要多少 那他們都知道 兩隻豬那是負的那就負二 然後四隻豬就是負四 所以加起來就有六隻豬嘛 那六隻豬 豬是負的啊 所以你負可能等於六啊 所以是不是負六 所以負二加負四 就負六 我希望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可以就是 增速負數也是一樣 然後可以 他看到題目的時候 他會想比較說 如果現在兩個都是負數的話 那他就是用一個累積的概念 那如果一正一負的話 那就是一對嘛 那我們就是用取消的概念 然後我比你多 那我多多少 誰比較多 去判掉那個正負數 所以就想說 因為光看數字 可能對他們來講 有點抽象 所以我就用這個東西 把它具體化 然後就是慢慢的 再把數字加大 然後這個是在暑假的時候 就是有交到一年級的班級嘛 然後我就讓他們 我一樣用這個方法去教他們 因為他們也剛接觸嘛 然後交完之後 我就利用最後有時間的時候 就是最後有盛行 然後我就讓他們自己出題目 就是班長就點六個人上去 然後這六個人就開始自己寫題目 然後如果出完題目之後 換下一 就是我要去解下一個的題目 我就自己去貼 就是對上面那一堂是一個人寫的 這個是寫題目的是寫這個 然後這個是他自己 譬如說 這是剛好主任的兒子 他第一個 然後他就去排說 五十六是代表正數正五十六 所以就是鳥聲音五十六 然後他們自己排 然後自己上去練習 然後我發現 在這過程中 他可以慢慢知道說 我想要表達什麼 然後我也可以知道 他到底懂不懂 那其實他看很多次 他也自己 慢慢的有那個具體的概念出來 然後也可以順便訓練他們的台風 對 然後就是讓他們的去 我就每個都有玩 因為時間真的還蠻充足的 對啊 然後連那個就是 比較特別的是像長嶺啊 他也是上去的時候 他也是有講 然後他雖然說 是沒有很清楚的表達 可是他也是那個過程 他也去完成 然後就給他們一些表現的機會 對 然後再來是我之前就是 因為做交針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準備什麼 所以我只能把時間 就是分散掉 然後花在做這些教具 然後像這個是 我跟我同學討論的 就是教那個變數與函數 那同學通常遇到函數的時候 他們會就是 會放掉 然後想說這個新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常說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就想 他們會玩電動 所以講到電動 他們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電動我們現在都用鍵盤 那是不是會設定一些快捷鍵 那快捷鍵 因為比如說我 X 我設定那種鍵盤的話 那第一個就設定這個出來 然後就是打狗棒棒 然後我也會設定好 那就是 D就代表是 想像是發展 那有時候我們手殘啊 因為很簡單的時候會按錯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多設定幾個鍵 比如說A他也設定 就是出來按A 或者按X 出來就是打狗棒棒 那這樣可不可以 那其實他就是很像我們在學函數的時候 我如果一個字變數 那出來對一個關係 就是對應到同一個可不可以 對然後反正就是詳細的話 就是在數學課裡面會解釋 然後就是會講說 就是我們在學的這個東西 就是用他自己知道的 提升他一點興趣 對然後他就會去想 我設定快捷鍵這個他們都很熟啊 如果一個按鍵 因為我設定這個按鍵 一下子出來的打狗棒棒棒 一下子出來是想像是發展 那我到底要哪一個 正壞掉了啊 那就不是函數關係 那就是從他的生活中的一些 他知道的遊戲的例子 然後去結合數學上面 就是我們想要給他的一個概念 對然後就是 其實有沒有真的做到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拿出來 最大的效應是他們眼睛是亮的 就是欸 就是怎麼有這個東西出現 然後看到別人嗨 他們就會跟著嗨 然後進程就來 就比較接下來要講什麼 比較不會使氣沉沉 對然後這個是我之前 就是在之前的學校 有做過的就是 要講那個指教坐標品面 然後我就利用就是跟騙他們說 我要送他們一個禮物 可是這個禮物 就是你們要拿到 必須要好好聽完這打課裡 才知道我要給你們什麼 然後其實我要教的就是坐標 那是密碼提示 然後就開始講了半片之後 最後就是要他們畫那個圖 然後去連成一顆鑽石 然後我就亂見說 就是數學知識啊 就像鑽石一樣啊 就是數學知識很久遠 對然後一顆有流傳 然後那一顆就是數學課 對然後我就是做了一些學習 但那個時候 因為要交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有眼改 所以我就是學習單 就變成用手寫去定 然後我發現 讓他們自己回家設計那個圖 因為鑽石是我設計的 我給的坐標 然後我就讓他們自己去想一個圖 然後或者是想那些坐標 然後自己把它連起來 然後雖然這個 那個台灣啊 有點不符合 就是反正是直線要連起來 可是它跨成這樣 我其實覺得還蠻有創意 就是也無傷大雅 對 就是覺得可以看到很多特別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就是在講那個2月1次方程式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什麼 X加2Y等於3 然後2X加3Y等於多少 然後那個方程式寫出來 其實就嚇了一半的人了 就一半的人就會開始覺得 我眼睛開始閉上 可是我就想說 一樣的就是從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會說 那我們就是接下來要講的東西啊 一樣你先不要管我要交替什麼 先聽我 就是我們來遇一個狀況 然後比如說有一個人去買了兩杯飲料 然後不知有餘 花了多少錢 然後另外一個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我沒有爬 所以我只能利用我家的門 把這個貼一貼拍一下 然後就是 就是這樣 你去想說這兩個人買了那麼多 可是這兩個人就偏偏忘記 他們一杯飲料多少錢 一支魷魚多少錢 所以沒辦法跟大家收錢 那我們現在來想想看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 你看看觀察這個題目上面 這邊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重複了 比如說下面這些100塊的話 那扣掉的話 是兩支魷魚 他們其實都聽得懂 對然後慢慢講 講下來之後 我再把這個對照到那個方程式 對啊 就是一樣代表X 然後魷魚就代表Y 然後去講解的話 就覺得我這個用的 就剛好這幾年教的都是一年級 然後我又有發現 就是 就是比第一年沒用的時候 後來的小孩 就是在解方程上比較順一點 對 然後再來是就是 教真累積下來 各個單元 其實基本上有的就是上課 有就是都會拿來用 有想說做了都做了 就是簡單的講一下 除非他們真的常常不會很差 然後我就會一路直小 我就不想這樣子玩了 就是直接講話 數字帶進去就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欸 就是因為喜歡做這些 所以就是同學在考教真的時候 就之前是考上就覺得要回饋大家 然後所以之前就有幫一些同學 就是我自己先上了嘛 然後新美式動最快 所以之後我就會幫同學做 然後就是大家就是 離職之間幫忙 他就做這些東西 對 就分成一些教具 那這些就是要感謝就是 有一些同事也有幫忙畫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補導是有一些活動買報 我發現 因為我很喜歡畫 然後上面這一張其實我只有寫字啊 畫都是那個提音畫的 下面這一張就是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 啊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這一次的關係 然後要整理那些資料 然後我就開始東找西找 然後才發現欸 我在實習那一年 其實有做過一件比較特別的事情 是就是學校的老師 有請我去帶那個資源班 然後就是帶行去課程 對然後那時候想說行去課程 然後我就想到我當學的時候 有學過就是社團裡面 然後反正有一堂課是那個 嗯 講就是生氣要怎麼處理的 然後我想說好 那就把它拿來用 可是人家的課程啊是別人寫的 然後可是他的課程用的是繪本 然後我抓不到他的資料 所以我只能圖把片 就是自己看的那個圖片 然後用那個開始畫 就熬夜畫出這個就是這個繪本 然後想表現的東西 對然後來教 對那是我最後一個作品 然後那個時候的最後一個作品 然後那個時候的最後一個作品 所以就是以上就是分享這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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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